安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東東 本期內容將會帶你看到聯盟戰棋12.19所有的改版內容 以及建議的爬分陣容 那下一期的教學也已經開放會員投票了 有興趣的可以到我的社群裡面投下你神聖的一票 那廢話不多說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首先羈絆的部分打壓了星界前期過於容易拿到二星卡的強度 而六滅龍的傷害則是有一個小下修影響不大 現在滅龍是可以搭配龍去湊羈絆了 那相信賽焚會是非常適合去搭配滅龍特性的 再來龍恩的246在下板是有微微的加強 再來是龍族羈絆調整了五龍的屬性 這個比加10%攻速好上太多了 也新增了一個六龍的效果 但基本上要開到六龍是真的要胡爛才有機會 那小改動的部分加強了五七翠玉的攻速 以及下修了五七法師的傷害和六怒的回血 下板翠玉是蠻有機會起飛的 再來英雄的部分水炮的核心卡除了葛炮以外全部中刀 丁與加羅的BUG終於也是修復了 現在沒辦法綁了又綁 瑟拉芬魔力大下修了足足25點 也就是說要多普攻三下才能再開一次招 瑞空也是小下修的魔力條 水炮削弱的話下板能玩的陣容又會多了起來 那前面有提到龍恩的小加強 不過Nunu是把真實傷害改成了魔法傷害 但是有提高了一點點的額外傷害 那看起來Nunu這應該還是能玩的 斯費卡的部分怒意冒險體系牌遭到下修 人馬第一次大招時間拉長 那其實是差蠻多的 而空裝的情況會更容易開不出大 傑西則是拔了急飛 整套控制鏈是被大砍了一刀 那龍珠牌的部分則是全部加強 除了代加以外所有的七廢龍都有調高係數 喜奧玉究竟能不能重出江湖 還是要等版本釋出後再觀望看看 再來裝備的部分上版最OP的 神坦裝水甲護盾直接被砍半 那水炮可以說是直接下去了 征服裝置的話加強了瞄準鏡戰鬥法師 以及調整了一些階級 那這邊很有趣的是上期改版的資訊有觀眾留言說 直接把阿福大理包砍掉不就好了嗎 請問你是先知嗎 這版還真的直接跟你說中了 那以下開放先知們繼續預測 那最後總結一下 秘術砲法陣冒險怒意陣削弱 隆恩陣催慾體系加強 暗鱗刺暗鱗砲以及幻境體系沒有動刀 那下版本可以玩啥呢 這邊蠻推薦暗鱗陣的 可以參考右上角止停的教學 有瞄準鏡的話可以玩戰士體系 大概率會是我下一期的教學 冒險叉牙冒險熬星還是可以玩是沒什麼問題的 水龍的部分也可以參考我上期的教學影片 那另外在10月9號有EFICA舉辦的S7.5戰棋賽事 我非常榮幸受邀參加到這次邀請賽的嘉賓 那目前報名是還沒有截止也沒有限制排位 想要打打比賽或是想跟我一起玩的趕快去報名吧 那本期內容就差不多到這邊 我是冬 我們下期再見囉 拜拜